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反正现在得到了什么好处 还有是不是增长你的寿命 是不是增长你的气力 是不是帮助你的病除掉 令你的身体得到种种的安乐 没有 假设你真正认识你自己的利益的话 像这些东西对你造成了什么利益 是没有 有云 若杀我轻瘫 耳痛皆痛苦 如是赞予我先入愚童 下面上面那个比喻一样 跟我们现在了解了 家庭我们不了解 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 哎呦 那个小孩子啊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看见 你现在说不定还看见 那小孩子啊 跑过去撒一泡尿 然后呢 把那个地上那个泥巴弄得很起劲 泥巴就把他拿掉了 大哭大闹 我们见识这副样子 说实在的 我们就是撒了一泡尿 然后呢 弄得很起劲 撒了尿 就是自己造的恶业 然后弄得很起劲 人家还告诉你不要 我们还 还自己得到发脾气 真是愚痴啊 这是我们应该这个认识的话 那就应该自己呵斥 第二 占欲等着 欲诸非欲 令心散乱 灭坏眼里 令计有的 褪色善失 如实施以罪欲 必须的呢 令心眼里更进一步 那种好处啊 上面说的称赞啊等等 是不但对我没有什么利益 反而对我有害 为什么呀 欲诸非欲 这个毫无意识的事情啊 令我们散乱 对不对 我们现在修修法的人要什么 要离戏论 心里面要得定 常常有人说 哎呀 我要修修定啊 一天到晚你忙这个事情 你哪里定起啊 为什么让你散乱 你就是忙这个忙 这个人又顾强 又这个不好意思 那个人说了 又这个又故意不求 这个又什么 你到底忙些什么 我们一天到晚忙这些事情 这明明是这个人啊 赞叹你的名誉什么 都是令我散乱 可是我们偏偏忙这个 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然后正因为如此啊 然后呢 你的艳丽性胜不起来 哎呦 这个名称很高 地位很高 这个这个这个 什么也舍不得 现在修修复发的 第一件事情 叫艳丽性 有这么大审害 然后呢 正因为如此 所以你真名得利的话 妒忌有 看你这个人有名问 最有什么了不起 你就看在这个上面 褪色种种善事啊 你这样的思维观察的话 你对这个东西 验患得不得了 逃都来不及啊 人家称赞你啊 你马上一眼到耳朵逃 人家来毁谤你啊 你是感受它 所以当年来过老和尚 来过老和尚的语络 你不要再听见没有 人家称赞他 他马上手指似在耳朵里面 那至于他棉花塞 人家就听不见 人家都骂他 他想他磕头 啊好好好 我当年听见了 我很 哎呀 觉得来过老和尚 真了不起 现在我慢慢地觉得 哎呀 复发真了不起 因为我也体会到这个 你们这样去做 自然而然会这样的 到那时候 你现在发现啊 现在我们很多行为 毫无意义的事情啊 你自然能够舍利 绝对不会忙时间的 什么应酬啊 什么这些东西啊 是毫无意义啊 你叶利心就生起来了 叶利心生起来了 伏发就来了 如云 战斗令我善 被坏叶利心 机构足有的破坏圆满 一切的真正的圆满 都被他这样的害掉了 这样的损害了 第三 如是令我推生 如是令我推生 欲称 即礼尽者 属于我去救护于我呀 赞出 叹佛 这取苦门啊 如无佛加杯啊 如是示意啊 因为自信 灭趁身喜啊 更进一步 嘿 没错呀 他现在啊 能够这样的 使得我啊 在这个上头当中啊 正确的了解 是什么呀 把我从我去当中救出来啊 千真万确的事实啊 而且展弹我们 贪作这个不错啊 本来这些事情啊 使得我们呢 尽若我去 受苦的 现在他能够帮帮我们去掉 那个的的确确像福来 加持我们一样啊 千真万确 所以前面说的福啊 感谢福 感谢提补大度 那这个道理完全 在这个地方嘛 所以到那个时候啊 哎呀 感觉都来不及啊 自信密称啊 不但密称啊 而且生喜啊 下面念一下 如云 古若有现在 坏我欲等着 避其非于我 救护度我去啊 把我从度落我去当中 救护出来啊 我为求解脱 无息理尽佛 我现在要求的是 解脱呀 这种力量 恭敬 真是对我的绑呀 我正要求解脱呀 若有解我佛 我和反称辈 现在那个人啊 是帮帮我解除 这个我的捆在身上的 我怎么反而还称他呀 我越去忠苦 入佛所加弊 闭门而不放 我和反称辈 如果我贪着的话 是什么 我啊 使得我 度落我去啊 如果贪着这个 他遮住我的身称慧 那这样的话 我要下地约啊 除我去啊 他现在来帮忙我去 除这个的话 就像福来加倍 把这个我去之门关闭 不放我去 到我去去啊 那这个情况 我怎么会反而对他 深称心呢 那这个道理非常清楚 非常明白 好好的思维 度度的思维啊 千真万确 不要听过老书本 一和对不起 那还了他 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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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